當時意外的這根紅綠燈 可以看到它的螺栓 其實整根都漏在外面 南童直接飛撞上去 當場洩漏如注 看看這根紅綠燈 底座四根螺栓都突出在外面 螺栓有多粗 拿五元硬幣一筆完全覆蓋 長度一量就有13公分 而13公分的高度中 突出的螺栓就有8公分高 難道是當時施工便宜行事嗎 蠻危險的 所以我們落入人是希望什麼 希望政府能夠 做一個防復措施之類的 即使是撞到它的面積比較鈍 它也不會 那個傷也不會那麼大 對比國外紅綠燈桿 底座都是直接買進地底 完全沒有螺栓外露的威脅 而台東市2萬多根的紅綠燈桿 有的螺栓外露 有的卻完全切平 比較一下 路面上可以看到 螺栓突出的施工最方便 有些螺栓切平 卻也是多一道工法而已 但像是新北市96年開始 就明定要強制套商 塑膠套保護 一個也不到百元 台中市府卻完全沒有 插進去的深度 跟這個上面的重量有關 所以它這個螺絲突出來 因為它那個立舉的關係 所以它螺絲突出來的長度 就會都不一樣 桃園市就曾發生 國中生遭到螺栓插腦喪命 新北市也有民眾 跌倒眼球 整個插進了螺栓 還有民眾 腳踢到了螺栓 封了13針 而這一次男童 又因為螺栓喪命 沒有法律規範 也成了關鍵 現在台中市府王陽捕牢趕緊清查螺栓外漏狀況 將訂定規範 不讓外漏螺栓再害命 記得黃建章 龔玉德在台中的採訪報導